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 29日 星期四 提醒大家 在下個月 即是1月28日的網聚 我們 這次會在黑池舉行 我們稍後就會公佈地址 因為我們會去 拍一段影片 把地址 聯絡 會放在影片上 到時大家可以跟著地址來找 黑池今次我們搞這個聚會 主要就是 跟大家見面 因為在北邊 我們說了很久 一直都沒有搞 今次也是要搞 另外我們也是 合作社 也是一段時間 而且一直在進行 暫住服務 機場接送 或者有些 開戶口 或是申請 當時 幫大家申請 NHS 銀行戶口等等 也需要的 現在我們會跟 當地的社區組織加緊合作 接下來會有更加多的服務 可以 提供給大家 也會有就業 找學校等等其他的輔導 如果可以開辦心理輔導 最好 現在正在聯絡 這些專業的社工 我們也會有專業的社工 負責 慢慢希望將它擴展到 可以 去到全英國 最好 現在我們其實有幾個 點 例如在 萬成 在白明漢 也會 同時 加緊 展開我們的服務 當然倫敦將來也會有的 好了 這次我們可以說是妄罪 還是起動大會 所以呢 希望 以往住過黑池的朋友都可以出席 另外就是 距離黑池不是太遠的地方 例如Glasgow 利物浦 萬成 百明漢 Nottingham 那些 等等 如果大家 有時間的記得一定要來 因為 北邊的網咀 因為很多朋友在北邊 之前我們 有愛丁堡的朋友 特意來來的 要坐通宵巴士 又或是坐很久的車 所以這次黑池就會 我想 北邊也有不少人住的 到時希望見到大家 大家報名 可以在我們的 下面 我們有把兩個電話貼出來的 大家可以透過Whatsapp 向我們報名 又或是 黑池方面向阿智報名 亦有網友在我們 臨時租幾天 可能住兩天 三天 也有少量的房間 大家可以跟阿智聯絡 好了 這一節 要跟大家說一節突發的新聞 美國政府 要求 剛剛 拜登宣布 要求來自中國 香港 或是澳門 兩歲以上的乘客 由明年1月5日起 出發前 一定要持有兩天內 檢測陰性證明 檢測 可以在核酸檢測 或是遠程醫療人員指導之下 進行的抗原檢測 並在 登機前 向航空公司展示有關證明 即是以往 如果旅客在乘飛機前10天以上檢測是陽性的話 就可以提供康復證明文件 飛機前10天 如果你確診了也可以有康復證明 代替陰性檢測證明 即是陽過的 意思是陽康就可以了 這個新要求適用於直航 搬機或者轉機去美國的旅客 日本、印度、馬來西亞陸續宣布加強對來自中國入境旅客規定之後 意大利也宣布了 對於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 包括過境 進行武漢肺炎、抗原測試和病毒測罪 意大利衛生部也一樣表示 這項措施確保 希望可以找到病毒 保護意大利人 人民 意大利Johnny會另外說一節 因為很嚴重 意大利 有一班機 裡面有50%多的人是陽性的 這班機 上面 原來 離譜得怎麼樣 上飛機的時候 那個人就說有咳嗽 飛機就說 你填咳嗽不讓你上飛機的 結果 他就填了沒有東西 順利上飛機 上到飛機怎麼辦 上到飛機 全個飛機的人在咳嗽 離譜 所以 那麼離譜的事情 剛剛我也看到另一則來自 這個 路透社 在Twitter看到的消息 未經證實 他就說 來自這個路透社 有一班飛去埃及的航班 也是一樣 飛機上面有六成人 是陽性的 結果整班飛機被人遷罰 然後 埃及還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這件事我們也要確實一下 未經證實 美國 現在終於 驚醒 你要醒了 三年前你就是被中共這樣搞一搞 美國整億人確診 死了幾百萬人 中國外交部份言人汪文斌 表示 中方始終認為 各國防疫措施應當科學識度 不應該影響正常的人員交往 你現在放毒 想放毒出來 就叫人家正常交往 你當時閉關鎖國 你又叫人家尊重你的法律 有沒有搞錯 中共這些 典型的強盜邏輯 我們其實早兩天看了一條片 這條片就是講一個 中國的大媽去日本 她說要探子 帶了一大堆肉乾 但是肉製品 是不可以帶到日本的 當時我看到日本的海關人員很生氣 解釋給大家聽 那個女人瘋了 狂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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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叫囂 最後 她說如果你要帶一些肉製品入境 我們不可以讓你入境 我們會拒絕你入境 最後她大媽死死地地氣 給她充公 其實這個大媽很好運 這個真的是強盜來的 其實日本政府根本就是這些丟臉 中文是不應該讓人入境的 你知道台灣怎樣對付嗎 我們當年去台灣 說2020年 年初的時候 當時有非洲豬瘟 台灣政府就不讓任何肉製品 包括肉乾入境 當時 捉到 要罰25萬新台幣 還是100萬 好像要罰25萬台幣 一包就罰25萬台幣 照一包就罰25萬台幣 照一包就罰25萬台幣 那個女人 兩公斤收了十幾二十包 罰到他破產 不是你想不要就行 你如果主動交出來就沒事 如果在首倒你 就要罰25萬台幣 當然有人被罰了錢 你不罰也不行 是不是 根本 對付刁民就一定要用重典 好了 中國現在 很明顯 是有目的地 向全世界波動 當年武漢肺炎爆發的時候 中國 立即封城 但是竟然 允許武漢以至大陸的航班 向全世界飛 結果 大量的武漢人去了溫州避難 然後溫州人就把病毒帶去意大利 意大利就傳到紐約 傳到紐約的意大利人社區 然後在美國大爆發 意大利也席捲了全歐洲 在歐洲大爆發 這個是真的中共搞出來的 這次美國政府 可以說 反應是及時迅速 因為 很明顯是中國 放毒 我們收到最新的消息 英國的政府 表示也考慮 跟隨美國的做法 這個是幾十分鐘前 半個小時左右 9點 54分消息 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報道 英國考慮 訪效美國 要求對來自中國的入境人士進行武漢肺炎的檢測 英國交通及內政部官員 今天將考慮英國是不是 訪效美國和其他國家 對由中國的航班實施 這些防疫限制 報導說 預料交通部 內政部和衛生與社會保健部的官員 今天就要評估了 對於中國入境旅客實施 武漢肺炎限制措施 未來7日會有6架來自中國的直航班機帶帶英國 中共有1795個機位 1月份 有26班機是由中國直飛英國的 直航航班 拜登就宣佈了1月5日開始 其實英國也應該跟隨 對於香港來 其實應該也要考慮加進去 雖然香港和英國關係很密切 但是 由於香港 接下來會跟中國通關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把香港 澳門納入同一個要求 你不讓他入境 你只是要求他 進行這個病毒測試 我覺得 為了保護英國社會 英國是要這樣做 起碼在英國的人 也會安心一點 別讓 英國人對於香港有壞印象 所以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香港的朋友也辛苦一點 做多次檢測 為了保障病毒 做多次檢測 不會把病毒帶到英國 做多次功夫 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節時間差不多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經濟香港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是 Patreon 內地朋友也可以訂的 只要你有Visa、Master就可以了 當然你如果用PayPal也可以 我們的VPN也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